Carl Speed 是他們的總經理人員 我相信他們都是打算就沙中線的問題 跟立法會議員去會面講他們的說法 我就是要求他要來立法會跟我見面 但到現在為止他都沒有再回覆 他提出是希望在立法會議外的地方去會面 我就已經拒絕了 我是公開呼籲要求李頓如果他想解釋事件 其實第一他應該是要面對公眾召開記者會 向傳媒帶眾去解釋他們的說法 第二他應該來到立法會的會議去解釋相關的問題 以及接受議員的質詢 最終究竟這次會面是否可以促成了呢 我不知道 但如果我有機會見李頓的話 我亦都會再一次跟他講回相關的要求 希望他是盡快公開交代回應這次沙中線一眾的醜聞事件 是這樣的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what are the awards they related to and what'll happen afterwards and also why do you think there are the frustrated from which the legislators in the federal office coming to appear in the military IE F Duckling 我向前物農席了批評 Rap Study 年н青 的例如 我想听到他们的声音 关于Satine-Central-Link的关系 我也要求他们来讨论 和讨论一些关系的关系 关于这些关系的关系 我也要求他们来讨论 任何公司的议题 为什么的对判断 为什么你要求自己会讨论 你的内容是 хочу提醒 在他性命的關系 我想嫌疏大问题 我想为Вот这个关系 判断管逮据 那么根本性更可那么地 对这点原因 就是很多关系 是關於公共安全和穩定的安全性 SATIN-Central Link 因此,我認為任何公開的聖議會 任何公開或開場的聖議會 可以幫助解決問題 我覺得禮頓私下約見議員的做法是絕對不足夠的 他應該公開交代事件來到立法會和召開記者會 去回應立法會和傳媒大眾的質詢 私下約見議員我不知道他打算說什麼 不過如果他說的是事實 他應該是開城佈公 和傳媒立法會公眾全面交代 而我特別留意到運防局局長也多次批評 不單止運防局局長 我特別留意到運防局局長和港鐵的高層 多次公開批評拒絕公開交代事件 他今次私下約見議員 我認為是絕對不足夠的 不要以為見議員私下講過任何事情 就可以交到課 公眾就會接受他們的說法 這個絕對不可能的 他一定要公開交代事件 召開記者會和出席立法會的會議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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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